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历史悠久跟底深厚 在时间的长河中发展出一系列 富有浓厚民族色彩的传统乐器 这些乐器在近代被赋予改革和修缮后 得以真于完美的姿态呈现在世人的眼前 这不只让人看到它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也让人见识到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 中国传统乐器种类繁多 早期拥有两种分类法 第一种的就是那个乐器它本身的发声原理是怎样 就是说它的发声方式有三种 第一种是旋名 旋名的话就是说那个乐器本身它是有弦线的 有弦线的在那边 就比如说拉旋的乐器或是弹部的乐器 然后第二种就是器皿 器皿的话就是管乐 就是我们垂足的乐器 笛子 销 唢呐这类的东西 然后第三种就是提皿 提皿的话就是说你要敲打它才会发声的 那就是打结的乐器 鼓 巴 这类的东西 除了发声方式分类法 中国古代乐器也可以依照乐器本身的制造材料来分类 那就是八音法 最早建于周礼春宫 第一种材料 金 请到金的话就是那个金属 这个完全就是不简单 因为它有用那种所谓的金属 所以金属的乐器的话 就是大致上是有那种巴 罗的那种悄悄打打的东西 第二种是石 这个石的话就是有偏中 偏中还有庆 这类的乐器就是我们所谓 如果是我们现在我们身边 这样多人的话是活在那个年代的话 那个远古中国那个时代的话 我们所谓的平民百姓是不可能看到这些乐器 因为这些乐器的话是很大型 然后是很庄严 属于在宫廷里面才会出现的乐器 这比较复杂 不是一个人可以玩得到的乐器 是需要几个人同时一起在玩才可以玩得到乐器 然后另外一种比较符合名情的话 就是土 用土制造的 比如虚和陶笛 虚这个字已经是很遥远很遥远 我们不是说几百年的事情 我们是说几千年的历史的一个乐器 所以汉楚之争的时候 我们四面楚歌的时候 他们就是拿着那个虚来吹咒 他们楚国家乡的来攻击对方的一个乐器 然后接下去就是诗 诗的话刚才就是我有讲到 每个乐器它有用到弦的话 就是我们以前是用诗弦 现在已经是没有 我们现在这个科技的话是用钢弦 比较亮 以前的年代是用诗弦 那时候就比如好像琵琶 二胡 古针 古琴之类的都是所谓是诗的 然后接下去另外一种就是诗 诗的话就是说笛子 笑之类的 就用诗的乐器了 然后接下去这个比较少见到 因为可能那些观众没有说 可能看到比较常见到这个乐器 但是这个乐器是属于是很久很久 很遥远的历史 属于中国他们本身的一个乐器 而不是说外来的民族传进来的 而给他们本身的一个乐器 那个就是泡 就是用泡这个植物来做的 比如生 还有葫芦 可能葫芦是会比较普遍吧 但是生的话是比较少见得到的 所以一般那边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葛 葛的话就是平动物的皮制造的乐器 就很多时候就是鼓之类的打击乐器 然后最后最后一种就是木 想到木的话 那二胡琵琶那时不是木吗 但这个木的话是有点不一样 这个木是敲打的乐器 木鱼 然后拍板之类的东西 每一种乐器都博大精深 每一种乐器都拥有不同的音色和魅力 但并不是每一种乐器 都得以顺应时代的发展 步伐而流传下来 就如中国古代时代乐器中的色 至今已无人弹奏 反而被与它齐名的鼓征取而代之 另外边中则是因制作工序繁杂 体积庞大而无法大量生产 普及率不高而被淘汰 马来西亚世纪华乐团音乐总监张凯明说 中国古代时代乐器里 除了边中和色外 其余的乐器都可在华乐团演奏会上看到 但唯独古琴这个古代 文人雅是修身养性的乐器 却因无法满足乐团合奏的需求 而鲜少出现在华乐团演奏的舞台上 讲到古琴的话 就是一个文人的乐器来的 在现今的华乐团上 你真的是没有什么机会见得到 第一就是说它的性格 它本身的性格是比较难的 因为它音量的关系 你不可能说一个华乐团里面 就好像在管弦乐团里面 你很少会见到钢琴这样的类似 它的编曲 作为一个作曲家 我是编曲人的话 很多时候他看到这个会比较懊恼一下 这些到底我要怎样呢 因为它的表现力 它就是稳稳地一个风格在那边 它不能说太过野 还是太过喜庆的那种感觉 但是它就是稳稳地在那边 但是如果说一个曲子 你要多用的话 我要快我要慢 然后我要中等的速度 这样的话 它就比较难了 他说现今最受国人欢迎的 中国乐器首三位排名 分别是鼓针 笛子和二胡 那肯定是鼓针 这个跑不掉了 这个东西 跑不掉 为什么 第一是可能它的体积的关系 因为它不会说像其他乐器那么小 OK 那一个鼓针一放出来的时候 你不要讲它的声音先 你不要提起它的声音 单看审美的角度 你一望过去的时候 你觉得哇 这东西好吸引人 已经是可以想象到它的声音 是多么美 因为它是一个 没有说太需要到音准方面的东西 就是说你基本上 你把音调好了的时候 你弹出的时候 那个音都算是准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的那个盯上的方式 是以无声音阶来的 所以它是没有扮音阶 那种比较诡异的感觉 它直接一弹出来的时候 就是让人很舒服的 很美的感觉 很多时候在那个时代 我们讲远古的时代 音乐这方面是很奇怪的 就是说它没有那么在意娱乐的性质 不像现在这个年代都是… 音乐就是一个娱乐在那边 喜庆你已经会看到有音乐存在 反正那个年代 可能会比较… 一个修养的一方面 是文人修养的那一边 所以它的乐器的曲风 或者说它的音色 都是偏比较软和比较沉稳下去的 就是跟你的修身养性 很…一个直接关系 正在那边 中国乐器随着时代的发展 已经流向海外 传播到世界各地有华人的地方 并在那扎根 华裔后代沿袭中国乐器 除了是出自于心中的那份热爱 也多少带着传承文化的使命 将先辈们留给我们 珍贵的文化资产发扬光大 也因此才得以看见华乐团 在我国的土地上百花盛开的情景 浅线视窗采访报道